嗨 大家好 我是無影像的WEST 那我們今天來出外景 我們在麥寮的海邊 我的前面是六青 所以周圍有點吵 然後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成龍35150這個鏡頭 其實已經有一支影片了 不過經過這兩三個禮拜的測試 就實拍了好幾支的商業案 以及一場婚禮 很多東西想再跟大家聊一聊 我要針對它的幾個優點 在這邊再說一下 就第一個 我們實測下來 以我們禮拜天的一場婚禮來說 它的焦段真的很方便 35-150幾乎可以取代 24-70-200 我們用一顆鏡頭 幾乎就可以完整的拍完一場婚禮 所以我覺得它的焦段真的很不錯 只是在廣角端來說 像一些大合照類的 35端有時候真的還是不夠廣 不過如果你是在戶外 或是在飯店 空間夠大 退個幾步就有了 第二個我要聊一聊它的閃景以及它的發射 我們婚禮當天 我們用了三顆鏡頭 一顆是 Sony的50 G-MAS的鏡頭 然後一顆是 騰龍的35-150 另外一顆是 70-200 G-M 這三顆鏡頭 在影像裡面 我覺得 它給人的感覺是一致的 像我們之前 你看啊 我有用過騰龍的28-75 其實畫面啊這樣 跳跳跳跳 跳出28-75的畫面 一看就知道 這個畫面是副場鏡頭 或是比較差的鏡頭拍出來的 可是騰龍的35-150 我覺得沒有這個感覺 幾乎跟原廠差不多 那第三個 它的對焦 原則上沒有什麼大問題啊 沒有什麼失焦或是失誤 我覺得還蠻優秀的 第四 就是能不能上穩定器啊 然後這一點也是 我待會會幫大家評測 很多人都說 35-150 這個鏡頭啊 因為它是大光圈嘛 所以它包含了 35-50 85-135這個焦段 我今天也會用這個鏡頭 然後跟三顆定焦鏡頭 我們來比較 它給人的感覺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評測吧 我現在把它裝到穩定器上面 我使用的是 DJI的RS2 我原本要把它裝追焦器啊 主要是因為 這個鏡頭 它的變焦 比較緊 本來想說把追焦器裝在這邊 我就可以控制 直接做追焦 可是發現 因為它的 頭太重了 所以我們必須 退退退退 退到很後面 導致你 追焦器是沒有辦法裝 我覺得這一點比較可惜 不然就是要買它的配重快啦 讓它這裡重量再重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只好用手啊 去改變它的焦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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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Sony 351.8 把它放大到300%之后 它的闪景真的很不让人讨喜 二线性比较重 接着我们换的是Ternone 35150 35端光圈在F2 我们把它放大到300%看一下 很明显看到它的闪景比较优秀 我们来比较一下 351.8电焦镜头 它的闪景比较杂乱一点 而35150表现得还不错 我们现在看到50G Master镜头F1.2 放大到300% 可以很清楚看到背景非常的糊 极致的虚化 OK换到Ternone 35150 它的50端光圈是F2.2 放大到300% 闪景的表现其实也蛮优秀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 两颗镜头 当然50Gm毕竟光圈F1.2 但我觉得35150的50端表现得也不赖 现在来到Sony的85G Master镜头 光圈F1.4 长焦端的压缩加上大光圈 闪检表现很棒 现在来到Ternone 35150 它的85端光圈是F2.8 放大到300% 我觉得也不错 我们来比较两者 大光圈就是大光圈 它的山景虚化一定是更美 不过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腾龙的85端表现得还是不赖 最后我们来看对焦表现 这是腾龙35150的150端 我使用的是A7S3的动态追踪 我把焦点锁在人脸上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其实是有很复杂的前景 也就是杂草 不过它的对焦依然稳稳的锁在人脸上 几乎没有脱焦 OK 看完以上的比较 不难发现腾龙的35150 它是一颗优质的蛮均匀的镜头 不论从35端到150端 它甚至的发射 我们比较它跟50GN的差别 我反而喜欢腾龙35150的发射 50G Max的镜头 我觉得还是太淡了 至于能不能315定器 我觉得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有问题的可能是你的手吧 因为真的还蛮重的 那我使用的是DJI的RS2 调柄是完全没问题的 如果像是Cream 2 它就是几乎无法调柄 对 因为已经挡住了 甚至如果你往前推 镜头会更重 OK 以上就是本集说的内容 如果你们对这支镜头还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点赞追踪跟留言喔 我是无影像的WESTER 我们下次见喔 拜拜